聽障人士在日常生活當中面對不少的困難 而作為聽障人士的子女 雖然身體健全 但在成長過程 日常生活就可能要兼負更重的負擔 失不失的黃浩文 自小跟聽障媽媽相伴 平時她就擔當起媽媽對外溝通的橋梁 在過程中也遇到不少的困難 有時我媽媽會有政府門診 要打電話 通常因為我媽媽是女 我一把男生打電話 通常人們都會覺得我是欺騙人 然後就一定要我媽媽親自去說 說回她的身分證號碼和名字 浩文就說 小時候也曾經因為家庭背景而感到自卑 媽媽有時候聽不明白她說話 她都會覺得很煩躁 以這種負面想法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都慢慢有所改變 現在的浩文對媽媽有多一份了解 她也將照顧媽媽視為使命 浩文仔今年DSC考獲7科26分的成績 成功入讀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她希望日後可以成為社工或老師回饋社會 最主要是我的經歷 因為我媽媽從小到大都有社工幫忙 她都很喜歡幫人 所以我都想將來投身社會時 都可以回饋社會 做一些幫人或可以回饋社會的工作 香港農人福利促進會 在2018年開始提供聽葬人士子女輔導服務 他們認為現時社會對於農人子女的支援並不足夠 現時言語治療 其實暫時這班小朋友或青少人 他們是未有這個資源的 因為他們不是特殊學習需要的類別入面 就得不到教育局的資助 所以他們有時候因為家庭環境的語境不足 會影響他們日常溝通 可能說話有時候會有些不流暢 有時候的辭匯量都會很少 農福會則形容 聽葬人士的子女有肉眼看不見的需要 需要親友的幫助 社福機構的支援和和社區建立聯繫 都可以幫助他們迎向正面的未來 再見